各位同修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诵读和学习《赛阿含经》第47经和第48经的内容 第47经和48经都比较短 内容也不是很复杂 那么这两个经之所以一起讲 是因为这两个经都会讲一个概念 叫做善男子 那么在我们开始诵经之前 先跟大家澄清一下 在这里边 《阿含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善男子 不是我们世俗意义上所说的好男人 不是那种女生想要找一个嫁了算了的那种好男人 而是指什么样的善男子呢 我们念完这个经之后呢 大家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开始诵读今天的经文 《赛阿含经》第47经 如是我闻 一时佛祝社会国之处己故度远 二时世尊告朱比丘 信心善男子应作试念 我应随顺法 我当于色多修 焉离住 于受享行时多修焉离住 信心善男子 既于色多修焉离住 于受享行时多修焉离住 故于色得焉 于受享行时得焉 焉以离欲解脱 解脱之见 我生以静 犯行以利 所作以作 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已 朱比丘 闻佛所说 欢喜奉行 那么大家只要有一点基础的话 是不是一听就懂了 在这里边 佛说的善男子啊 不是说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好男人 也不是你能找一个嫁了的那种 这里所说的善男子呢 是什么样子呢 是有这样的想法 什么想法呢 我应随顺佛法 我应该 我应该随顺佛法 随顺佛法呢 来修习焉离住 于色多修焉离住 色就是指的是物质和物欲嘛 那么于色多修焉离住 我对色不感兴趣 生焉 我想要远离色 然后我的心呢 才能够安定下来 叫做于色多修焉离住 那么受享行识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人的五蕴 也是要焉离住 那么焉离住以后呢 才能够这个离语 清静解脱 才能够获得正道 才能够修身成佛 这是第47经 那么大家看第48经呢 虽然它的用词不一样的 但是意义呢 也是很相近的 我现在来诵读这个 《杂安寒经》的第48经 如是我闻 一时佛祝设为国 知处己不渡远 而时世尊告诉比丘 信心善男子 正信非家出家 自念 我应随顺法 于色当多修焉住 于受享行识多修焉住 信心善男子 正信非家出家 于色多修焉住 于受享行识多修焉住 于色得离 于受享行识得离 我说是等 悉离一切生老病死 忧悲恼苦 佛说此经 诸比丘 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那么大家看一下48经 也是这样的结论 如果你是一个信心善男子的话 那么就会怎么样呢 正信 非家 出家 你看这个出家就知道了 肯定是不能够结婚的 因为这个信心善男子呢 他学了佛法之后 他就会想说 我要出家了 只有出家呢 才能够远离色欲 也远离这个五蕴身心的一切干扰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色寿享行识 然后呢 才能远离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 就是这个阿含经当中所说的七苦 那么 这两个经文呢 实际上很短也很好念 也很好理解 最重要的概念 就大家不要把佛教当中所说的善男子 和我们这个世俗当中所说的好男人的标准 相提并论 因为他们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第47经和48经 我也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 所以今天和各位同修分享 非常感谢您和我一起学习